大家好,我是二头 今天介绍一部全球气候变暖 人类用高科技自救 却陷入了阴谋的特效大片 全球风暴 由于未来环境被破坏 各种龙泉风啊,地震啊,干旱啊,洪水撕掠 然后全世界团结一致 决定在中美两国的代理下 在地球的外层创建一个由数千个卫星组成的调节网 叫做荷兰男孩 卫星发射对应的催化剂 来人工控制气候 调不调 蓝主呢,是这个计划的总工程师 但是之前呢,一直跟那些官僚主义对着干 必然就是被撤了 由他那个关系不怎么好的亲弟弟全权接手 谁敢撤你 我建议你带着斯巴达们去找他 问题就解决了 三年后,一队联合国维和部队 在炎热的沙漠里 竟然发现了有一座小村庄被冷冻住了 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冰棍 这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卫星发射了冰冻的催化剂 美国总统决定派个董行人的人 上去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 唯一能揽下这个活的人 那就是被解雇的斯巴达男主了 在国际空间站的那边 一中东老趁人不备 悄悄的在卫星里下载了点数据 随后路过一个通道的时候 就出现了故障 好像有一点被杀人灭口的意思 咱们的男主呢 来到了空间站搞大检修 而空间站的现任负责人 漂亮女站长热情的接待了他 这天在香港更换的卫星 被放到了控制中心 但是一连接就不听指挥的瞎撞 迷人一看就知道是中了病毒 之前那个被灭口的中东老 通过的那个门板里有硬盘 只要咱们找到这个硬盘 就能查清楚到底是谁 在背后发的指令 这每个门板里都有硬盘的设定 我怎么觉得导演是认为 咱们不懂所以瞎编的呢 就在拿到门板之后 男主的宇航服突然失控 虽然有惊无险 但也足以让他警觉 这个空间站了百分百有雷尖 然后他却好保留的相信了 女站长肯定不是 因为他长得漂亮呗 男主啊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肤浅呢 另一边的香港 你们的老公吴彦祖出现了 此时突然地底深处的瓦斯管道爆炸 整个香港是陷入了一片的火海 估计是天气太热的原因造成的 难道也是因为卫星出了错误 彦祖赶紧打电话 告诉男主的老弟儿 也就是荷兰男孩的负责人 这一切看起来像是出了事故 其实是有人而为之 肯定是有个大阴谋 彦祖当然是要去当面交代这一切的 此时就当我们以为 彦祖在这部片子里面 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之时 彦祖被后面的特工推到了 人羲道上被撞死了 撞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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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替大伙说一句 老公啊老公 下次过马路要小心哦 老弟儿赶紧去找男主 这次可是惹上了杀身之户 背后的来头有一点大 通过兄弟俩儿时玩的那个暗号 俩人分析 把不起幕后大boss就是总统 伪装成系统故障 实际上却是拿他当作武器 看谁不爽就直接秒 目前来说呢 想要清理掉病毒 就必须要重启系统 这个重启啊 跟手机的重置是一样的 就是恢复出厂设置 懂吧啊 还好不用冤狱啊 但是重启系统 必须要总统的密码才行 然后他们兄弟俩 就根据这个推测 决定开始行动了 先是拉拢老弟的金发女朋友来帮忙 她是总统的贴身特工 绝对是首席御前侍卫级别的 然而没两句 女朋友就毫无保留的相信了老弟 这美国的治安呢 我现在有点心疼特朗普啊 你们小心一点 你们两个安保实在是有点不靠谱啊 空间站上所有的系统啊 也都全面失控了 东京本来热的 也开始下起了冰雹 巴西的海滩呢 突然也被冷空寄给袭击 老弟的那边呢 想偷总统的密码 然而被国务卿一眼就识破了 毕竟他是国务卿一手提拔的 老弟呢 就把他发现的总统的大英毛啊 就告诉了国务卿 这些个电影呢真是不会挑演员 这位国务卿生平眼的角色 从楚门的世界到勇闯夺命岛 到雪国列车 再到国家宝藏2 全是大反派 简直无脑就能猜中结局 果不其然 国务卿就是幕后大boss啊 想背后袭击杀掉老弟 但是被他给机制逃了 空间站也自己启动了自毁程序 大哥啊 你这个自毁桥段 在我十岁的时候 还能把我忽悠的一愣一愣的啊 现在我都成年了 东京热的看了好多部了 还来这一招 第一个目标就是总统的位置 所以现在必须马上带着总统离开 而且还要摆脱国务卿的手下 接着老弟那位美貌与身手并重 还特别听话的女朋友 就答应了老弟的要求 一起绑架美利坚的总统 这么乖巧听话懂事的女友 给我来一答 三个人开着车离开了体育场 后面就直接爆炸了 这一地区也是电闪雷鸣 最终在乖巧又调爆的女朋友的帮助下 两个人制服了国务卿这个幕后黑手 他是个极端主义者 想把所有美国的敌人全部都消灭 让美国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我本来是想说你把咱们中国放在哪的 毕竟剧情里面设定是中美两国领头 做的荷兰男孩 但是自从彦祖过马路死了之后 好像也就没我们什么事了 还是不提了 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开始遭到了攻击 此时总统当然是要重启系统 拯救全世界的 果然美国的总统都是好人 幕后黑手一般都是副总统 或者总统身边的人 这是美国片常用的设定 空间站的男主单独留了下来 因为集合全人类的力量所做的 这个超级系统虽然看起来很高级 但是需要手动重启 手动 连我的电视遥控器都不如 最终在偷偷留下来的女站长的帮助下 两人合力重启了系统 病毒也被消除了 然而空间站爆炸还是要爆炸的 这个跟病毒删除是两码事 男主跟女站长逃到了小卫星里 本来是准备放弃的 结果最后一辆离开的飞船还没走远 回头就把他们给顺手抓住了 救了他们两一命 你们看着女站长这么有爱的 看着男主的表情 按道理想他们应该也是要在一起的 但是男主地球上其实是有老婆孩子 导演 你这样一点也不是大团圆结局好不好 你把女站长搞得剩下了 你知道吗 最后的最后 男主安全的抵达了地球 训练和好 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剧情放到十几二十年前 还算是比较主流 时至今日确实有点老套了 再来说一下咱们的主演杰拉德·巴特勒 演出的列表里面 自从出演了白宫陷落之后 接着就是伦敦陷落 这个全球风暴姑且称作为全球陷落 再后面还有即将到来的滨海陷落 和明年的天使陷落 杰拉德 你这个人是不是跟陷落给干上了 按照这个陷落速度 深入地下十八层指日可待了大哥 快快订阅及关注二的过来 获取更多的电影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